圣诞节奏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吴希安 Steven Wu 今天要分享活泼的生命 是5月5号 题目是 在应许之地 仍要纪念神救赎的恩典 经文是从出埃及记第十三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出来的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经文 然后我们有简单的分享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以色列中凡头生的 无论是人是牲畜 都是我的 要分别为圣归我 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要纪念从埃及 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 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 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 有教的饼都不可吃 雅比月间的这日 是你们出来的日子 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 迦南人赫人雅摩利人 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就是祂向你的祖宗启示应许给你那流奶与命之地 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几 你要吃无教饼七日到天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这七日之久你要吃无教饼 在你世境之内不可见有教的饼 也不可见发酵的物 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 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 为我所行的事 这要在你手中做记号 在你儿上做纪念 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 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 将你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令 这是耶和华的吩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是如何的 为什么要吃无教饼 这个是从前一章 也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三十三到三十六节 圣经有记述到为什么要吃无教饼 来纪念冤皇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件重要的事迹 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十三节 因为埃及人催促百姓 打包他们快快出离那地 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 百姓就拿着没有教的生面 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 扛在肩头上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行 向埃及人要精器、银器和衣裳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 他们就把埃及的财物夺去了 这是记载为什么要吃无教饼的原因 是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 埃及人所有的南丁的投生的 跟牲畜的投生 以至于埃及人实在是 实在是非常非常恐慌 以至于埃及人催促他们赶快离开埃及 所以他们拿着没有教的生面 匆匆忙忙的离开 所以是吃无教饼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为什么耶和华要一再的吩咐这个事情 因为耶和华所吩咐一再吩咐的事情 都是耶和华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我们是耶和华的信徒 我们是祂的儿女 耶和华认为重要的事情 在现在这个新约的时代 我们要从这当中学习怎么样去遵守耶和华的吩咐 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 耶和华所一再吩咐的是 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死人是牲畜都是我的 要分别为圣归我 这是讲到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 第二点要纪念从埃及维奴之家出来的 这是因为耶和华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 有教的饼都不可吃 要吃无教饼七天 到了第七天要向耶和华守节 不可以见有教的饼 也不可见发酵的物 这是耶和华严厌的吩咐 在这七天之内要吃无教饼 要守这个玉月节的这个礼节 所以这个事情在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 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种显示 第三点将来要进迦南地的时候 要在这个月守这礼 也就是在玉月节的时候 要吃这无教饼 纪念耶和华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一切的事迹 第四点要教导后代 纪念耶和华在初埃及的时候为他们所行的事情 耶和华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 重视世代相传的一个 我们的神是非常重视这些事情的 所以不但是在这一代要世世代代都守这样的节 都守这样的事情来纪念耶和华 在纪念耶和华的当中也知道说我们要尊耶和华为大 知道说耶和华不但在过去形式 是这么的奇妙在现在这个时候 在未来的时候 耶和华都是奇妙伟大的神 最后一点是要在你手上做记号 在你额上做纪念 是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 这是耶和华严言所吩咐的 那不但要我们在心里面记住 在行为上在外表上 也要借着很多的东西来提醒我们 譬如在手上要做记号 在额上要做纪念 以至于在门口上 或是在城门口都要有耶和华的话语 我们现在来看一些例子 就是犹太人怎么样来借着 遵守这样的一种律令 所做的一些信物 我们来看 就是犹太人 男丁13岁以上 都要在每个礼拜 要祷告的时候 都要戴这种叫做Kathleen 也就是说他们在手上要绑这种带子 在额头上也要放这种 这种壳子 这都是用皮带做的 然后绑在手上 还有绑在额头上 这些壳子里面都有经文 这些经文都是 都是讲到耶和华当时 在埃及地怎么样领他们出埃及的一些很重要的经文 所以我们看到 因为在今天犹太人也守这样的一个礼节 他们的男丁都要带这样的经文 不但在手上 而且是在额头上 再来看我们 耶和华的吩咐 这个就是在门框上 在门楣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纪念耶和华的话语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物 这些看起来像W一样的这个字母 其实是 这个希伯来文的第21个字母 它就是信的意思 也就是耶和华的名 所以你看 犹太人到现在还遵守这些耶和华的律令 不但是遵守 而且还是世代的相传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耶和华所看重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一再去提的事情 就是要我们遵守 耶和华跟我们自己 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在摩西五经的当中 一再的被提醒 被重复 我们看另外一段 在生命记第六章 第五节到第九节 这个经文跟我们读到的经文 几乎是完全一样 可见耶和华的心在这事情上 是那么的重视这样 他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生命记第六章 他说你要尽心尽信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些事情对当时的 以色列人 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条例 那看我们今天 我们算是外邦的信主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才成为 耶和华的子女 那我们对今天 我们要怎么样来应用这些经文呢 第一个我们要尽心尽力 来爱耶和华我们的神 然后我们也要将耶和华的话语 不单是旧约的话语 都是新约 保罗书信 跟四福音这些很重要的经文的原则 要记在我们的心上 也要殷勤的来教导我们的儿女 在我们的家庭的 不但有家庭的祭坛 而且刚亲长跟我们的子女 跟我们的家庭 跟我们的家人 都要谈论耶和华的律令 耶和华的法则 以及耶和华的心意 耶和华的公义 这些常常在我们的话语的当中 要显示出我们重视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将神的话语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 许许多多的情况 跟挑战的当中 能够行得出来 然后这边要讲说 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儿上为经文 虽然今天的信徒 不必要去向以礼 以色列人带那些信物 但是神的话语 就经常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家里面 或许可以贴一些经文 在我们的四周 在我们的圣经上 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 我们不但要贴这些经文 来提醒我们 或许我们也可以贴一些 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 他们的照片 然后他们的祷告信 以至于说我们的生活的当中 经常有神的话语 经常有神的事工的这样子 在提醒我们 我们是属的人 是属神的人 OK 那我们最后来看 救会中所代表神救赎的 无教饼以及牛羊的血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都得以完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旧约借着这些无教饼 借着这些玉月节 这些牛羊的血 圣经说这些牛羊的血 遵守律法 没有办法使人称义 没有办法使人得到完全的救赎 只有透过耶稣 相信耶稣基督 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 而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 祂也知道说自己 将会是那个所剥开的那个饼 就是无教饼 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 第22章19节 那个地方有记载说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的就掰开 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感谢耶稣为我们所行的 我们也知道说 耶稣的宝血一直都有功用 耶稣当年在设立圣餐的时候 所掰的那个饼 就是无教饼 因为他们守的是玉业节 所以我们感谢耶稣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 跟我们今天的生活 就能够拉上关系 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跟鼓励 谢谢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